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每天在外通勤的时间里 总是会跟许多人擦肩而过 你可能会觉得只是过客 但是却不知道其实你已经被默默跟了好久 今天我们要来看五个让人心惊胆战的跟踪狂影片 第五火车跟踪狂 回到2011年2月份 一个YouTube频道Book731开始上传一系列影片 标题写着我的跟踪狂 那年的2月11号他表示 这个怪异男子已经跟着他好几个月 时常在火车上看到他一直靠近 坐在他旁边或是跟他说一些没有意义的对话 在警告他不排除报警后 这位怪异男子却表示自己是友善的 最后被跟踪的人受不了 决定将他这夸张的行径拍摄下来 其中一个影片可以看到这位男子在火车上 结果看看是谁在他后面 于是他从一个车厢移动到另外一个车厢 没想到男子还是继续跟着他 最后男子决定向前跟他对峙 在2月18号他决定把场面闹打 让这个男子停止跟踪他 我们来看一下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的画面 第四网路跟踪 现在网路越来越神通广大 只要曾经在网路上留过你的资料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查出你的私人资料 照片和影片 一位网路部落格作者 表示自己时常在网路上分享自己单身生活的文章 网站也跟自己的IG和脸书都连结 某天他看到一则人身攻击的留言 隔一天就同样收到更私人的人身攻击 包括攻击他的男友 工作等等 甚至威胁要到他住的地方找他 拍他的照片和后置 更让人害怕的是这则攻击他当时怀孕朋友的留言 不管受害者到哪里哪个网站 这个网路跟踪者一直都在 并留下许多恐怖的威胁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六个月 原本以为是自己身边认识的人 但是后来却发现 是一个完全跟他没有相关的陌生人 这样的状况让他对世界改观 索性警方最后也逮捕到这名网路跟踪匡 第三 偷拍狂 现在网红兴起 许多影片创作者 希望记录自己的生活 并上传到网路上 其中一位YouTuber Combo Hux 发现自己家外面 有个行为诡异的男子 一开始男子只是躲在墙后草存中 用手机偷拍偷看 这位男子在其他人经过时 会假装自己在忙或是在讲电话 当行人离开后 他又会开始用手机录影拍照 后来发现男子似乎在偷拍小孩 所以证明YouTuber也立即报警 第二 诡异行车跟踪 有天一辆行进可疑的车子 开靠近一个单独走在路上 牵着脚踏车的女子 问他是否需要帮忙 女子表示不用 自己就住在那里 但事情就变得更诡异了 隔一天同台车子开到女子家前 并停在门口耗一段时间 最后倒车离开 这个怪异的举动持续了几天 有时候在一天内 还会开到这里好几次 有次开车男子又遇到同样的女子 女子表示自己已经有老公了 但是这个怪异的男子并不打算放弃 后来另外一台车子出现 并放了一张纸条询问是否需要帮他工作 但他放纸条的方式非常奇怪 他将纸条放在袋子里 用尼龙绳绑在信箱外 并在那里等了足足快十分钟 这样的行为持续了超久 这位男子可能对女子一见钟情 而从此对他迷恋 甚至在家里外面还收到一瓶尿 一个月后他们终于报警处理 第一,跟踪小丑 最近小丑2和Joker上映 也许又因此一阵小丑现象 一名YouTuberInfiniteList 在万圣节当晚在家里面 往窗外看的时候 却突然吓一跳 因为一个打扮成小丑的人 站在窗外盯着他看 这名假鬼假怪的小丑 还扭了一下头 看这个在家里的男子 所以这名YouTuber赶紧将大门锁好 没想到他的时间抓得刚刚好 因为小丑刚好站在他的门外 从门口透视镜看到的 就是刚刚不久前 站在窗外盯着他看的诡异小丑 当时他将影片暂停 并打电话报警 由于这是在万圣节拍到的 所以很有可能是邻居 或是朋友的恶作剧 但是相信不管是谁 在晚上看到这样的画面 都会感到害怕 大家晚上出门或是在家里 都要记得注意周围环境 出门也要小心 小心 你也其实被一双眼镜盯上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